一行人排排坐仔细听着简报内容 为了了解台中港的整体营运规划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邀集交通部长陈建宇等部会官员 特别来到台中港务公司 针对码头建设以及休闲观光来进行限地考察 欣赏西洋台中港区的乡亲 想要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 连这一点都没有 这个码头都规划了 是有很多观光客 但是唯独台中港这些 我想我们应该要提前来做一个整体性的规划 我们有好的游艇码头 不但有游轮正在于我们整体规划 让这个观光跟休闲都能够并入 台中港地处中台湾的交通枢纽 但却因为被划分回工业港 有许多开发计划是处处受限 而其中在78座的码头中 有54座已经开放营运 但还剩下24座是上代规划 为此地方也借此机会 要争取开放一到两个码头 来作为观光游艇使用 并结合周边的景点建设 盼能够带动港区发展 游艇码头我们是希望能够跟五七港来结合 然后那边因为那个人在到齐啦 因为那边地比较大 那边五七港观光游艇 观光那边地也比较大 那边还有白海豚馆那边一起来做 那边可能会比较 大家只看大大厨大厨出去 没有什么都看 把那个油气跟产业做进一结合 那这样的话 无论是当地的人要进来看 那么要来 购屋 那么要来住宿 那么也都产生了所谓的这个连结 这个就相当地重要 所以这一部分呢 有关于招商的这个部分 跟观光游戏怎么去结合啊 这个请港公司跟局长 那个董事长这边 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 港务公司也表示 将会先针对公共码头的设置规划 进行整体性评估 希望能够赶在年底前送交到委员会审查 而目前也将新建18号多工的码头 来扩大客游轮的停靠空间 并开放部分区域供民众精水长期 以步步的提升观光竞争力 记者陈伯瀚台中子方报道